學生穿著泰魯格族服 有自信地唱起泰魯格族語歌 112年台北市國民小學語言學藝競賽 24日在西門國小舉行 學生們認真的朗讀 還有族語歌唱 要把平時心情學習族語的成果 完整地呈現 也要用成績來證明平時的努力 學泰魯格語言是學了多久 大概三四個月 那你在這個比賽當中 沒有學習到任何東西 上台不要緊張 有點緊張 但是在比賽的過程中 我覺得很放心 基本上是沒有困難的地方 但是很容易唱錯歌詞 或者是忘記歌詞 就是平常心 就老師教著 我們就跟著學 這次語言學藝競賽 提升了學生們的語言素養 展現出自己的機會 同時也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和表達能力 吸引了許多台北市圓民學生參賽 今年的原住民語 總共有267位報名 總共分為21個語系 那目前比賽項目有三種 一種是朗讀 一種是演講 另外一種是歌唱 鼓勵孩子們對族語的認識 跟對音樂的愛好 學習自己的族群語言 今年總共有21個語系 也顯見家長和校方 對於語言傳承的重視 也強調了語言素養的重要性 激勵學生們 在學習和生活中 繼續追求卓越激進 原始新聞把杜語迷不來 留言特別是 採訪報導